我想多退的失业 多退失业一开始是由我们大卫希尔博士 他本身就是医生 他其实是潜在世界各地 来帮助很多不同的病人 当时那时候他就遇到一个病人有个棘手的问题 那时候有人送他一瓶优加利精油 告诉他就是可以用在身上 他也没告诉他那个优加利正确使用方式 所以那时候希尔博士就直接把那个优加利精油 涂在了那个病人身上 导致不好的效果 他就要知道那个伤口就是 感染发炎状态下 其实是不能直接擦纯精油 而且也不建议是用优加利是用其他的 所以他当时就对那个精油有不好的观感 那后来第二次呢是在于他小孩子身体不好 那他本身也是医生但是他也束手无策 后来带一个朋友推荐他使用精油 那时候他觉得朋友有热心推荐他使用 那他也不好是拒绝 然后他就开始用了 他用了之后发现 因为他那个朋友至少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会叫他 发现有效果 于是他开始研究精油 然后开始做那个精油临床实验 那他以医生的身份呢 将精油运用在现代的医疗中在世界各地 他是众所周知的精油和整个医疗的专家 刚刚我说的那段故事可以在西尔博士 会客室那本书可以看到 或是你可以听我线上的课程有提到 我就有提到这一小段故事 那我也是之前听他演讲的时候 他也有提到过曾经提到过 他现在是在与世界各地的医生跟医院合作 确立并建立医疗整合系统 也把精油应用在现代保证实物上 透过数所大学研究机构 他强化了精油科学的知识和进步 让使用者拥有最新科技的精油产品 所以现在我们很感谢我们创办人之一 就是我们大卫系的博士 他那时候想要开新精油公司 然后他是他资金没那么多 所以他就开始找他朋友 生理的朋友合伙 投资 刚开始他们这群朋友 其中有几个 本身就是在直销领域界 就有很自理深的经验 但是他们对修下来 他们都建一些博士 既然他的愿解是希望 人人都可以使用精油 家家服务都不用精油 那应该要走直销通路会比较好吗 因为如果走传统的通路的话 在各大百货公司全世界各大百货公司 设立一个专柜卖多特的产品 那肯定一瓶金有要价都是好几千块 不是每个人都消费得起 也是有很多人 连百货公司都没有进去过 所以他就想以人为通路 就是以直销是最好的方式 用口碑相传 才平好自然就会有人分享 就会越来越多人使用 好的口碑传千里 不是吗 所以他们就决定走直销的方式 那其中一个创办人呢 就是艾密利莱特 他本身就是一个传统的 精油产业的大间的精油公司 特地哪里采购精油是最好的品质 还有一个就是 他是负责林克里 他是财务管理 然后还有就是大卫史德林 他本身就是负责就是管理团队 他以前是一家大型的国际公司 管理高层的主席 他运用三年半的时间 连跳三级 将亏损的公司转为营收 他非常的厉害 而且他拥有 早年在科技上有强大的背景 监督过拥有数十亿美元资产跨国公司的工程系统 据说我们的线商办公室系统 也是他用的 非常的厉害 然后这个林克里呢 他是解决我们全球的 他曾经就是解决全球的那个商业的问题 非常资深的财务管理 那这个是葛瑞利顾客 葛瑞利顾客呢 他是负责是市场的开发 他非常的厉害 然后这个是罗伯仰 罗伯仰是在研发 多特雷的产品 研发开发多特雷的产品 很多营养保健食品保养品 都是他给发出来的 他本身在直销界就是 有很多的二十五年的经验 那他曾经研发过的产品 广为人知 很多人在使用 是哪一间公司就不方便说 可以查他的名字就知道 然后这个马可沃福呢 他也是以前也是直销的经验 那他目前就是在多特雷办 也就是律师 律师的教设这样子 所以你看我们的多特雷创办人 都各施其职 那他们早期在创业的时候呢 他们全部人都 几乎把自己的家底都抛出来了 投资在多特雷上 他因为他们想到的是一个永续经营 他想要长期经营下去 所以他把所有的钱都砸上去 为了要做一个长久生意 为什么直销会让人够比 就是很多人短视经营 只想做短期的 就是想钱赚饱差不多了就跑了 什么叫短期呢 很多人为什么生直销老鼠会 就是有些人他就是 提供的产品很烂 然后价钱又高 不断的叫你找人来 然后告诉你这个 那个制度长得很好啊 抽成多好多好断 那钱断保人就不知道跑到哪去 像之前就是有一间 好像卖保健食品的 他讲的保健食品天花乱坠功效的话 其实那个保健食品是 他进口的保健食品 他把那个里面的包装换掉 听说成本才几百块而已 他就转手卖了几千块 好几千块 就是蒙取暴力 那一件也是很久 他心门爆出来 不然就是炒作资金 叫你投资 这间公司 任何投资的名义 很多啦 不想讲 我真的听过太多 然后叫你拉人 拉人进来投资 每个月都要投资钱进来 然后会告诉你 你赚的这些钱呢 跟这些人投资没有关系 是因为你投资这个产业得来的钱 你相信这种鬼话吗 不然他们不算什么 其实我不太相信人家讲的 就是那种投资钱的那种直销公司 所以呢 你看我们的DOTRAE 冲办人 他要创造一个金额产品 希望他们自己都会用的产品 所以他们会有一个标准 就是我们的CPTG认证 就是专业纯证条理级认证 比我们的食品级的金额还好 医疗级的金额还好 要达到CPTG认证标准 才可以到消费者的手上 比起分享产品 产品更重要的 就是要跟 有人分享通路 才能赚钱 那现在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是通路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影片 让大家知道 从前在遥远的地方 有一个小村庄 在这个美丽的村庄里 住着一对好朋友 帕保罗和布鲁诺 他们都很年轻 梦想着一个更美好的相爱 他们经常谈论自己的梦想 谈论如何成为村里最成功的人 他们都不怕辛苦工作 一直在寻找机会 去达到他们的目标 实现他们的梦想 有一天 机会终于来了 村长决定雇佣两个年轻人 穿过山谷 把山上泉水运到村里来 报酬按照他们运水的数量来计算 帕保罗和布鲁诺非常兴奋 马上投入了工作 每一天 他们从早到晚提着水桶 来往于山泉和村庄之间 他们很努力地工作 把水运到村庄里 每天晚上 他都带着当天的报酬回家 布鲁诺很满意这份工作和报酬 他确信通过这份工作 他就可以实现他的梦想了 布鲁诺想 如果要增加他的报酬 他就要换更大的水桶 这样他每一次就可以提回更多的水了 他相信有了更多的报酬 他很快就可以买一头奶牛 以及他一直梦寐以求的房子了 然而帕保罗并不满足于他的报酬 每天回家之后 他的背部和手都很长 而且筋疲力尽 他的寻找一个更轻松 但能赚到更多钱的方法 有一天 帕保罗终于想到了一个方法 他打算建一条管道 把山泉水运到村庄里来 有了这条管道之后 他就能将更多的水运到村里 而不需要每天提着水桶 来往于山泉和村庄之间 很快他对这个计划非常兴奋 他开始实行他的计划了 当然 帕保罗也和他的好朋友布鲁诺 分享了这个想法 并邀请他一起建造管道 布鲁诺认为 这简直是疯了 布鲁诺想的是 他今天能够赚到的钱 能够买些什么 以及如何更快地赚钱 建管道会拖满他的脚步 推迟他的梦想实现 布鲁诺换了更大的水桶 而且增加了往返的次数 他确信用这样的方法 他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帕保罗决定 一个人建造管道 他知道 要建这条管道一点都不容易 而且会花不少时间 帕保罗知道 他的管道可能要花几年时间才能完成 但是他只是盯住自己的目标 每一天 他都像以前一样用水桶运水 但是在周末和夜余时间里 他开始挖开石头和土壤 建立他的管道 第一个月 他的工作进展并不明显 布鲁诺和其他村民都在嘲笑他 他们叫他管道人帕保罗 在这段时间里 布鲁诺的报酬增加了一倍 他买了奶油 进了更大的房子 他的生活方式改变了 工作之后 他回到酒吧里 用他运水的收入来好好享受享受 布鲁诺没有意识到 由于每天都要提着沉重的水桶 他开始驼背了 他一脸疲倦 身体疲惫不堪 很快 由于身体的疲劳 他能提的水越来越少了 而帕保罗还是月负一月的工作 很快 一年过去了 两年过去了 帕保罗的管道终于完成了 他不再需要用水桶 把水提到村庄里 现在 帕保罗比以前赚到了更多的钱 无论当他在睡觉 吃饭 还是度假的时候 管道里的水 都在源源不断地流进村庄 由于他的眼光 毅力和心情工作 水源源不断地流进来 现在 只要有水从他的管道流进来 他的收入就随之而来 帕保罗和布鲁诺 其实是现实生活的反应 这就像大多数打工赚钱一样 布鲁诺通过提水桶来赚钱 他提着水桶来往于全眼和村庄之间 提换取金钱 要增加收入 他要么就增加提水的次数 要么就使用更大的水桶 在现实生活中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现象 我们可以通过努力的工作 从而赚更多的钱 比如加班或者找份兼职 我们还可以换个更大的水桶 也就是说 其实有一份更高收入的职位 但这意味着 你要把更多的时间 花在工作上 我们大多数人 都像布鲁诺利亚 用时间换金钱 我们知道 每一个人一天都只有24小时 而且 我们不可能把全部的时间都拿来工作 由于年龄 健康 以及其他因素 当我们不能用时间换取金钱的时候 生活的困境就随之而来了 那个时候 我们的收入就停止了 好了 让我们看看帕宝罗是怎么做的 帕宝罗很聪明 他并没有用他的全部的时间 来换取有限的收入 他用一部分的时间来建管道 他知道 只要有水流进来 管道就能够给他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 而源源不断的收入 并不是与他每天的工作时间 直接相关的 帕宝罗知道 由于年龄和健康的问题 终有一天 他不可能再用时间来换金钱 帕宝罗知道 只要他的管道行得通 他只需要经历一次 建立管道的辛苦工作 管道建成之后 帕宝罗只需要管理 以及维护管道 他的收入就会源源不断的进来 帕宝罗向我们证明了 要增加收入 我们不一定要用时间换金钱 其实有更好的方法 那么你呢 你是像布鲁诺那样 用时间换金钱吗 还是你像帕宝罗那样 建立和维护管道 以获取源源不断的收入呢 如果你对建立自己的管道 这个概念感兴趣的话 我们建议你去联系 建立这张光盘的人 那么你今天就可以开始建立 你自己的管道了 好 那大家看完这个管道的故事 就可以对我们 我所讲的通路的概念是什么 这个管道故事呢 我都把它称为就是被动式收入 那我们一般人就是主动式收入 就是有工作才有钱 我们必须要付出我们的身体 的劳力跟时间才换取金钱 你没有工作的时候是没有钱 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个通路怎么做 我们有了被动式收入 我们其实不工作了 每天都有钱进来 虽然前期很辛苦 但是你只要这个管道建立起来 这个通路建立起来 你会很轻松 其实你每天闲心在家没事 每天都有钱进来 就算出国玩 还是去哪里玩 旅游 都不用担心 那人最怕就是 一旦生病了就没办法好工作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们可以从事一个健康的产业 可以帮助你身体健康的问题 又可以同时让你拥有被动式收入 甚至说让你的下一代 都可以延续你的事业 一代一代一代经营 可以传承你的子子孙孙 那不是很好 那我们看我们公司呢 非常重视精油产品 就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长久的使用下去 所以我们也会不断的去研发新的产品 开发精油系列相关的产品 还有我们的保健食品 来帮助我们的身体健康的问题 那如果看完管道故事 你还不了解这个通路多少算钱 我简单以一个传统的产业来比喻 假设你是代理人 你代理这间产品 你必须要开店铺 你不需要开店面 你不需要每个月花电租 你不需要请人 花一些人事开销 你也不需要担心那种 电租水电费那些问题 那你只需要 代理这间产品 这样导出分店 找出跟你一样自同道的人 去分享这些产品 这些自同道的人 就是你的分店 你的分店 他所赚的任何收入 都跟你有关系 而你的分店 找出来的分分店 都跟你有关系 那分分店以下 找出来的人 都是跟你有关系 所以你看 我们可以慢慢 把这个通路建立起来 告诉他这个通路的概念 建立管道的概念 怎样创造被动式的 被动式收入的这个概念 让他很清楚了解之后 你只要把这些分店 都让他可以独立经营运作之后 你就很轻松了 所以前期 前期我们要开发 我们要扶到新人 然后教育他一些观念跟知识 把一些脑袋 叫他把脑袋放通 把一些旧有的观念知识抛开 不要有任何的层见 你才能重新学习 归令开始 那我刚开始 在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就是我想要的 现在的很多人都不喜欢给人家钱 又想喜欢自己当老板 可是当自己去当老板 创业投资了一大笔钱去开店 不管是开做吃的也好 卖衣服也好 卖保养品也好 只开店卖什么都好 但是你还把一个店摆在那边 放在那边 你要等人过来啊 那你不是就要打广告吗 广告你就要花钱 宣传人家进来 你给你消费 那有些住太远 就麻烦了 就要自己来继续 那到时候怎么样 有问题 你又要再请人 你也不可能一天到晚都在个店 啊请人又担心说 会不会店里被人家捐款逃走 我就是听说 我一些朋友他就开店 开餐饮店 然后找他新人的同学 在一起开就在开了第二年第三年 人家就把他钱给捐走 因为他也不常在店里 钱都是他在管上 这种事情呢 真的听太多了 你看我们不用担心这么多 你只要带你多菜的产品 然后去跟他分享 你自己就是老板嘛 你只好要跟你一样的人 开分店 他的收入都跟你有关系 然后这些分店 你只好跟他一样的人 就越来越多 你自己一个人找很累 所以你要培养这些分店 让他们可以自己去独立运作 就是这个管道通路 就会慢慢建立起来 到后期呢 就要有放手的成果 前面起年一定很辛苦 但是你只要很下功夫的 去努力的去跟援他 一定会有收获的